民進黨釋出電視廣告影片 泡紅凱旋苑收高額租金 撥削學生 儘管侯友宜妻子任美玲 強調是婚前財產繼承與毫無關 但這說法綠營不能接受 不過卓冠廷授出幼玉公司 歷程時間表 點觸當年取得凱旋苑 建造的是有有投資公司 負責人就是任美玲 也就是幼玉公司前身 皆為侯友宜與妻子婚後財產 來應頒出民法修正規定 認為民進黨曲解法律 任美玲想滅火聲稱 二零二六年捐出座社宅 但時間點也受到質疑 綠營指控就算把凱旋苑 改成社會住宅 侯友宜家族也沒少賺 甚至可以獲得減稅額度 而面對總統指控 侯友宜進辦二十七號下午 也採取司法行動 提告賴清德等五人 意圖使人不當選 提告我們尊重他 不過我們還是要說 我們所有的批評都是有憑有據 侯友宜為了選舉什麼謊都敢說 二零一八年文化大群館 已經被踢爆 侯友宜沒有繳稅 事後卻被發現偷偷補稅 開選院二零二六年將捐作社宅 但身關細節陸續被翻出檢驗 也讓藍綠繼續共防 三十五郭順和採訪一隻小組 台北怎麼寶 在海製補稅 刀